最近一档专注于让年轻演员凭演技的综艺节目引起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导师张子怡和刘烨的一段即兴争吵 更是让不少网友发出感叹这才是真正的演员 不过也有人提出张子怡这时借这段演出来表达自己对于平凡笑场的郑爽的不满意 究竟张子怡抑郁如何还是来听听本人的说法吧 11月4日演员的诞生节目组开放了媒体探班 导师张子怡刘烨张国立宋丹丹都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对于网友们疑惑的那段争吵张子怡也首次做出了回应 我跟刘烨那一场真的就是一个表演 可能我就演得有点像 所以大家就以为是 对然后他也配合的我挺好的 然后今天我们今晚这一期还有一个我们在台上的一个即兴的表演 我也在怼他 那个他是一个很怂的皇上 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一如一怼落箱子 对 对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关系很特殊 所以我们就是会比较 他就会比较容易配合我 或者是我也会比较容易配合他 然后接下来是吗 未来呀 我觉得未来是这样子 如果观众 我们演员诞生这个节目的观众 大家愿意看听到一些 真实的东西 愿意听到一些实话 我想我们的压力可能就会少一点 那我们就会尽可能的把自己的一些感受啊 认识啊 包括一些经验 很无私的去风险给大家 其实那些是很宝贵的 因为我平常演戏 我从来不会跟对手演员说任何一个事情 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 我们是平等的 大家就是对手演员 无论他是年轻的新人还是年长的 那我们更该尊重 可是我没有资格告诉人家说 你这个戏不对 你的节奏太慢了什么的 这是导演的任务 我从来不去 多一句嘴我都不说 我很尊重演员 我很尊重对手 那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我们还不说 因为我坐在这儿了 给了我这样的一个任务 如果我不说 我觉得我就是不负责任 所以有的时候就要说一些 真的感受 那如果能够 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帮助 对舞台上的参与者 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好事情 哦 roll 我 优优独播话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